通话由民刚考上研究所的女学生 她为了注册租房子 从家里头拿了爸爸十年前 所捡到的一碟五十元的旧钞票 拿到了银行要去兑换 没想到却被行员发现这是未钞 警方依现刑犯逮捕她 而到了警察局 这个女学生还被靠上的手铐脚镖 当场吓唬 就是这一碟碟民国五十年发行的旧纸钞 让刚考上研究所的女学生 被当场的现刑犯抓进警局 当场吓唬 黄妈妈说 其实这些钱是先生十年前 在排水沟做工船时 无意间挖到的 当时还要拿到银行求证 能不能用 行员还拿了这两大准的年钞用纸给他们 没想到女儿最近考上研究所要租房子 从家里拿去兑换 行员确实说是未钞 家人可不能接受银行两次的认定不一样 不过比对看看 民国五十年发行的这款五十元纸钞 真钞上头要有流水浩瀚观影 但是女学生拿去换的这一碟啥都没有 明显是未钞 显然是一个行使伪造货币罪 所以依现刑犯的一个逮捕 移送 女学生拿着旧钞到银行兑换 没想到自己拿的确实未钞 还被靠上手铐脚疗 原本开心准备迎接研究所新生活 但这下恐怕得留下五点 中央新闻 陈梦辉 彰化采访报道